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的一週大事回顧 有梁詩雲還有何志光 大家好 現在回到第三節 我們現在是5月15日 我們之前兩節有說過6.12的暴動時很開心 終於有人要判刑 第二節是說到立法會的內會梁君賢展部 用議事規則的92條 回來第三節我們會說一下教育的亂局 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和留言給我們 這方面你比較專業 我覺得考評會出題 究竟有什麼思考結構可以這樣出發 考評局 我這個出題真是爭議性太大 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去留言 希望讓我們快些政壇新秀過十萬 廣台不說我們說 為什麼要說廣台呢 其中我想說兩件事 在教育裏面 教育局近這一兩年 他真的做到工作 做多了工作 包括我們的局長楊潤雄副局長蔡若蓮 還有正座應該是Jeff C 為什麼我覺得他做多了工作 第一件事就是因為大家知道 香港電台其實他有一個教育電視 在教育電視的時候 大家看到他很誇張 你知道嗎 他原來做一個小時 差不多要用過百萬 去做一個小時的節目 他說不是因為我們要保持 例如我自己看上一個星期的影片 他說原來國 我是讀得不好的 中國 我讀了國民教育 國 他說無論在咬字上高 或者在字眼上高 他要調配 所以時數就會用得多了 Anyway 怎樣也好 現在教育局就決定了 因為要停辦這個教育電視 也要收回教育電視中心 因為它是一座大樓 其實你問我 比較忠恨 我覺得教育電視有它的價值 價值就是在於 我們要看香港電台的宗旨 大家都知道 香港電台我們一直撿著它的宗旨是什麼 就是它有沒有令到我們香港的市民 既然它做了教育電視 令到我們的學生更加了解了我們的國情 甚至乎了解了我們中國 大家發現 因為我上過Youtube去搜尋 大家都可以搜尋的 打香港電台 然後教電視 然後打國民也好 打國情也好 公民教育也好 我只是搜尋到 《亨槍集》 因為《亨槍集》 它說自己是在兩邊的角度去看的 但當大家看到它在兩邊的時候 譬如它永遠在拍攝示威者也好 或者是一些反對派的時候 就拍攝著它們有什麼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的poster在後面 其實是一個曲線地 軟性地在推銷它們的東西 除了它們的偏頗之外 大家也看到港台做不到一件事 就是講教育電視的功能 而我們再說回教育局 其中一件我現在做到的事情 就是他現在罵考評局 因為剛剛我們DSC出題 他說日本侵華 大家評論一下這件事 其實是否利多於幣 教協其實是出了一篇 不是 它那個標題裡面 都沒有提日本侵華 它提到1900年至1945年 日本對中國的東西 是不是利多於幣 然後它有一個 它上面有些補充資料 那些補充資料是不足以去做分析的 因為一個這麼複雜 要評論45年裡面的中日關係 那你是不是說在台灣 有一些的建設 譬如說日本人做了一些的建設 但是在45年裡面 日本殺了多少個台灣人呢 你是不是修橋捉路 和人命 甚至說要替那些台灣人民 做一些的黃民教育 洗腦 你在講中文 但是你也要學日文 你們已經不是中國人 這些東西怎麼稱呢 在教育裡面搞洗腦 另一邊 就去殺人放火 強姦女人 然後再起了修橋捉路 或者做一些初步工業化 那這樣這些東西怎麼稱呢 而且他給的資料 會不會足以去稱呢 那教協呢 他其中就出了一個論點 就說 喂 我們是 我們是 其實令到學生 他就是因為看著這些資料 他不能足以理解的時候 他應該是用他自身 在這麽多年來 他學了的資料 然後再放上去 我覺得比較 偏頗的一件事是 大家記住我們要學歷史 其實是一個本位 這個本位就是什麼呢 比如我學中國歷史 我本身是中國人 我看中國歷史的時候 自然會加插了我這個中國人的情感 這個是不可分割的東西 也都說明這個是有政治性的 這個當然有政治性 我去看中國的歷史的時候 當然有政治性 我們的祖先裏面被人侵犯 然後很多的女性 被人逼了去做慰安婦 奸污了 是的 或者是做了別人的慰安 其實真的是一種妓女 大家看到日本到現在 他都不肯道歉 是不是 然後他都會叫 他最初都會叫 這個叫芝拿事變 他不會叫叫日本侵華 所以大家要明白 理解這件事 我們讀我們自己的 好像現在日本 就已經沒有用芝拿這些字 形容中國 在國內 但是他曾經用過 他曾經用過就是事實 大家不好意思 現在他不敢用 現在他不敢用 因為他知道芝拿這個字 是他侵活的時候 就是 你這些芝拿人 你們是狗 你不幫我拿鞋底 我拿到砍你 然後你現在 將這些歷史 片段地說 日本人在中國裏面 做過哪些殖民方面 方便他們殖民侵略裏面的 所謂的建設 但是另一邊 在這個建設的背後 是有很多的掠奪 譬如說在資源的掠奪 人口的屠殺 女人的奸惡 你是沒有足夠顯示 叫一些十幾歲的小朋友 在他們知道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再吸收一下 在網上吸收到 去低扁中國人的情緒 然後在當中裏面 去平衡 日本人其實都做得挺好的 哇 這一種是另有用心的試題 絕對這是另有用心 大家要記住 十幾歲的學生 其實他們的心智還未成熟的時候 或者分析能力 或者吸收歷史資訊的能力 都是有限的 他絕對是見山 漢山就試山 漢水就試水 是不是 而大家如果還記得的時候 日本侵華 是說中國傷亡的人數 超過三千五百人的時候 三千五百萬人 三千五百萬人的時候 而且你如果是由1931年計起 就是31年已經是拿了東山省 不是由37年計起 37年就是八年抗戰開始 但是31年已經是從東山省拿了 但是最恐怖的是 何志光你千萬不要激動 其實我說這些 原來是氣勢 我不是很激動 原來負責DSE歷史及通識題目設計的考評局 有個名字 考核發展局的經理楊詠儒 是說什麼呢 沒有日本侵華哪有新中國 即是沒有男人侵犯女人 你女人怎會去有一個新的人生 這是一些無恥的簡法 你怎麼知道是無恥啊 當然 你現在說日本人 益了共產黨 你現在是什麼意思呢 當然你說國民黨 如果沒有國民黨 如果沒有國民黨 是斷手斷腳 就是棄手 那就不會日本人可以霸倒東山省 為什麼你不說沒有蔣介石 沒有日本侵華呢 因為如果他不是霸倒東山省呢 他是沒有基礎這樣侵略全中國的 蔣介石 就是1931年叫 叫那個什麼 那時候西江市變那個 張學良 就說你不要搜東北了 你退入關來 那日本人就 冰不血淫直接霸了東山省 然後有了基礎就侵略全中國 帶來三千多萬人的傷亡 你應該說沒有蔣介石 沒有日本侵華 因為蔣介石的無能 或者抗日的無能 就算他在1937年面對日本侵華 他的策略都很多東西錯的 然後他就躲在重慶 在那裡等死 然後中國共產黨可以藉著抗日的時候 因為蔣介石抗日的無能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裡面 大佬啊 是建立了在安徽很多重要的地方裡面 建立了基礎 變成了有機會推翻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抵抗 日本人的窄和廢 然後令到 共產黨有機會崛起 這個話 現在你說沒有 日本侵華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掌權 這個太過分的簡化 你就是在暗示 共產黨其實是日本人的分身 是延伸來的 但其實這個意思不是這樣 是蔣介石的無能 對日本人的抵抗無能之下 中國共產黨有抵抗 建立到一個基礎 在中原地區有一些地盤 後來他有基礎 打贏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很差 我們回到教育那方面 我為什麼會覺得這些題目 那麼多的問題 什麼教協也好 那麼多的資深的歷史老師 都覺得沒有問題 他覺得這些都是表面 其實大家會覺得 是有問題的 但其實如果學生聰明的時候 就不會看到有問題 你要記住 大部分學生都是不聰明的 他都是看到他表面的事情 就是意思 為什麼你會無論是港獨也好 或者是一些歷史 中國的歷史 或者我們中國被日本侵略 甚至乎我們被人屈辱的時候 為什麼所有這些問題 你要刁鑽到這麼深層次 而其他的問題 你做到這麼淺白呢 這個才是你的問題 如果大家是做教育的時候 我仍然說了一句 專業對專業 如果你在專業上高的時候 你也很清楚 究竟這些問題出現了是什麼問題 而是令到我們的學生 因為何志光 或者我們廣大的市民都知道 當你去DSE 或者任何一個考核的內容 在公開試的時候 你只要出過這個題 永遠都是公開的題 就是我們俗稱的 past paper 就是過往的試題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追著這些過往的試題 然後去研究 他可能會出這些試題 是的 我以前讀書考試也是這樣 沒錯 無論是通識也好 歷史也好 各樣東西也好 只要你出過一個這樣的題 所有人都會追著 以後我都要研究一下這些政治的議題 其實這個意識形態 你是在改變我們全香港的學生 全香港的小孩 你是在害醒我們的小孩 如果今天我們還有一班觀眾 在看我們的時候 希望你廣傳我們的片 去給所有人去看 不要再害死他們的小孩 連這麼簡單 我們中國人 受了這麼多年的屈辱 我們國恥的時候 你都要拿出來曲解 其實 就算你是一個黃絲 你是要喊港獨 你都不可能 justify 去日本人 在香港 的殘殺 三年零八個月 我們香港人 常常說三年零八個月 但去新一代 可能是亡言不所知 但如果你們的年輕人 肯和老人家 你是一個港獨的年輕人 和老人家說 那些老人家告訴你 日本人 當時在香港 就在街上殺人 跟著 你走過現在 你很喜歡經過的灣仔銅鑼灣 在街上都是屍體 日本人 就是 見香港女人 正好就會強姦 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麼恐怖的 當然那三年零八個月 就是1941年 就發動了抽搭針止港 跟著他就跟英國佬翻臉 就打香港 打到四五年他就投降 但那三年零八個月 是一個很恐怖的苦難歲月 跟著很多香港人 就要用了日本的軍票 那些日本的軍票 就是他 他當作是貨幣 但後來日本投降的時候 他不承認那些軍票 人家一夜破產 或者所有的錢都沒有了 因為他不讓人民拿著黃金 逼你的黃金 換掉那些日本的軍票 你當中的裡面 你是一個港獨派 你應該譴責日本 對香港人 有這麼深重的苦難 因為你認為那些香港人 是跟你有關係的 但可能你根本 香港三年零八個月 你早前都沒有下來香港 算了 那些叫港獨的人 根本上都是香港人 基本上你們是 真是無恥的 就算你叫我不是中國人 我只是香港人 你不可以對日本侵略香港這件事 我讚美日本對香港有什麼得益 沒有啊 我三年零八個月就是強姦與殘殺 和掠奪資源 沒有建設的 你這些考評的官員 你如果以香港本位 研究香港早期歷史 我當時有跟過陳雲 那些人去講這些 說香港的歷史是怎樣怎樣 那你如果講起香港歷史 你仍然都要譴責日本人的 但問題就是你們現在 你現在卑鄙無恥地說 因為要敵對中國 敵對北京政府 你就要講另一套歷史觀 那這個是 你直接和你們自己講的本土 是相反和違背的 那他講到尾就是違背自己的良心 那我現在我呼籲各位觀眾 你一定要在這次的事件 一定要支持教育局 第一件事 支持教育局 去到很嚴正地去看清楚 究竟是考評局裏面的老師 究竟他有沒有偏頗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因為他只要出過一條題 然後那條題 永遠做了一個過往的試題 就是past paper 所有的學生就會去研究那個議題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教育局 但我補充一點點 剛剛出了一個新聞 教育局就說要求這個試題 就要落架 即是說可能 出了來也好 可能以後的past paper 那條試題就會 除了今年的時候 其實之前的通識 或者之前的歷史科 也有偏頗的議題 所以大家一定要盡力去支持教育局 要追究到底 嚴正地去追究到底 希望大家令到香港的教育界撥亂反正 好 多謝大家 請 Below